我从1972年到1978年的年初开始 一直就不停地在出差 把全国都跑完了 并且增加了很多见识 这是我的一种 变成了一种生活的方式 但是到了1978年的夏天 以后我突然间就没出差了 就是整天就带在学校里 这是我大概很多年以来 没有过的这种相当安定的校园生活 就是在学校里面 并且学英语 进去学英语以前 还觉得自己了不得 因为自己已经去过很多届交易会 见得很多外国人 并且有很多熟悉的外国商人 每年交易会都见 自己觉得很流利 但是进了学校以后 才觉得自己这个整个英语是完全不标准的 我在今天讲这个我和设计里面 我特别要讲讲 就是这个英语的相对的稳定的学习 其实这一年很重要 就是78年到79年 然后这一年 因为我呢 如果要我读四年的这个本科英语 我估计我读了肯定浪费 因为我的当时词汇量都已经相当大了 你想我是在19 好像是69年 就插队的时候就开始自学英语 68年69年 就已经开始拿了一个小字典来学 那么学到1978年 我又有十年时间大外 每天都没有断 所以看书不吃力 看得也快 但是呢就是属于那种不求圣洁 就是看懂得就算 这个时候学会在语言上面 因为我们的那些老师呢 很多都是旧的教会学校出来的老师 这些英语老师年纪大的 他们都是读那个William Shakespeare 读莎士比亚出来的老师 就对字要求很严格 并且我们的课程里面就有那sonnet 就是十四行诗 我们完全不懂那个 起码我不懂啊 别的同学可能懂 这个对于修辞音韵等等 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 第二个对那个语法不知道 第三个呢就是 作为一个老师的话 你还要把语法的 这个 他的名称和他的结构讲清楚 这个主卫兵啊等等 这个简单的结构 还要更复杂的 这个自己也从头学起 所以我的英语在那一段 事实上是得到了极大的巩固 我现在挺感谢那一段的 虽然学校 叫做武汉师范学院 汉口分校 不是多么出名的学校 现在都没有了 现在就变成江汉大学 我也回过去一次 那里的人大概也都 都不知道 我曾经在那里读过书 因为后来大家都说 我是武汉大学 广州美院这样出来的 后来又是美国学校 好像都没有提到那一段 其实那一段 对于巩固我的语言 所以我在这里 特别想讲讲 就是说一个语言的巩固 其实需要 大概需要一段时间 就不能够说就是这样 随随便便的学 学懂了和真正是掌握了这个语言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我非常感谢那段的生活 所以我说我在和设计 好像那段时间不多 但是那个时候 其实是对语言的一个掌握 当然大家讲那个时候 我们有几个 有几个很急剧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进学校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听力太差 听不懂 我估计现在很多朋友 大概也是这个 类似的问题 就是外国人一开口 哗啦哗啦 他没有按你的准备 因为我们准备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汉语翻译过来的 这个英语的这个词汇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主卫兵是这样排法 这个外国人出招的时候 他完全是按照他的逻辑思维 他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 所以他那个英语的构成 他不太一样 所以呢我们经常听的时候 没有准备 我们以为我们跟外国人讲懂的 其实是那是外国人照顾你 知道你不太懂 所以呢就用你比较懂的 这个方式 但是呢具体上不是这样的 1968年的年底 我觉得是 一个很大的转变 1978年 就是有一天我们的那一排啊 我们的教室是一个三层楼的红砖房子 我们在一楼 每个班有一个教室啊 我们是大学一年级 我忘记了 我是二班三班吧 那个班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啊 有有一些年纪很大的 像我这样接近三十岁的 也有些我说了十六七岁的 有些非常非常小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 有一次要选这个武汉的江汉区的 这个人大代表啊 要大家投票 我因为我们的户口都转到学校去 所以我们是有投票权的 这个名单上写出来 我们当然有六七个同学没有投票权 就是他们没有到十七岁 那个就是你跟你一些 还没有成年的人在一起读书 非常好玩啊 那些小孩子口齿伶俐 后来我我们大学的这个同班的同学 搞了一次聚会 大概三三年多以前吧 在江汉大学 我还见到那些同学 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一些四十岁的女性了 当时想起来当年是那种小姑娘 十六岁的小姑娘 你看我们这过了二三十年回去看 他们还是漂亮的人 现在正是好看的时候 那个难以想象 我都不认得他们了 他们也都很成功 有很多在各种各样的 这种大的贸易企业里面工作 但是他们 他们还是觉得我们是老大哥 就是说 就是有学分比他们要高一点 我想主要是年龄大一点 谈不上我比他们高到哪去 我们还有一两个了 一个叫陈兰 一个叫陈以慈 这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学 都是我这个年龄 大部分都退休了 像我现在还拼着第一线干 非常少 那个 当时我 我们第一个解决听力呢 就是那个班上有一天 来了几个电工 给我们装喇叭 每个教室有喇叭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很习惯了 整个文化革命到处都是喇叭 每天要听 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新闻联播 其实是讲的不好听 我读初中就已经是满街大喇叭 那个时候听什么 高一 这个1960年 那个时候 开始酒瓶吧 这个 酒瓶是晚上来 还播的 一播就是两三个钟头 非常庄严的声音 要去批判赫鲁小夫 修正主义 我们就站在街上听 都听挂了 反正喇叭 文化革命不用说 一天播很多次 那个 所以他装喇叭 我也不在意 结果有天 那天晚上班长叫我们 大家到教室去上课 就听广播 听什么 就听BBC的 这个新闻 然后还可以听 VOA Voice of America 你知道我这个 考研 考大学生的时候 给我塞进了一张 说我有问题的条子 就说我偷听敌台 就听了这个 Voice of America 结果我读了书 上了学 当时隔了两年吧 这个组织听 一听 那个完全腔调不一样 因为我们平时听的那个 那个David Copperfield 那个什么双层记 那个什么 这个都是英国腔 那这一下听美国腔 我从心里觉得美国腔好听 其实是主要是容易听懂 那个美国腔 英国腔比较难 你懂 比如英国人那个 那个选词啊 比较雅 有很多字 他不一定用那个字 美国人的比较直 不是说美国人没有绕的 后来我到美国大学去 那些教授 我的那些同事 那些绕的不行 就是用一些比较古典啊 高雅的词 去说明一些 本来可以用简单词的说的对象 后来我待久了 我也学会了这一套 就是要等于懂自己的包 自己有多少的文化 那是我觉得知识分子的一个 都是恶习啊 不过那个听 对我来说是一个第一次 哇原来这个美国人和英国人讲话 这么不一样 那两年的 那一年的大学生活 非常有趣啊 因为我首先是有一种思想上 没有准备的 回到高等学校的一个习惯 我从小在大学长大 我在音乐学院的大园里长大 也是看见大家带着那个大学的销毁 非常羡慕 一直到这个文化革命开始 然后到这个1968年上山下乡 赶到农村去 一直到这个到工厂工作 一直到招工回来 突然间给我一枚这个大学的校会 大学校会比较复杂 应该叫武汉师范学院的这个校会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一后来就一辈子当了老师 但是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当老师不是 不是东西想做的事情 但是很想挂一个 像美术学院的这样的校会 那个时候就是虚荣心 虚荣心作怪 所以呢很多同学就马上带起来 那小女同学每个人都带起来 我们这老的呢也有几个带 我就没带 我就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啊 特别带回那个校会带回家里 去到武汉音乐学院走一走 那个时候叫湖北艺术学院 别人看你师范学院 好像第一人一顿一顿的 后来我到美食学院 师范系也是好像觉得比别人第一顿一顿一顿 我不知道怎么会形成 这个对师范会 看不起的一个习惯呢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感觉 但是很高兴的 每天到吃汤吃饭 大家走出走进都在讲英语 其实现在讲起来 都是很烂的英语 我们那个时候英语 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地讲 那当时也有像 我刚才讲过那个同学李出名 那种讲话非常的 very nice very good good decision 他喜欢这样讲话 我估计他将来当政客很合适 因为他讲话 完全是那种Donald Trump那种讲话 就讲话非常夸张 非常慢 喉咙故作深沉 他后来变成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了 但我我不行 我这讲话就整天就在调调 走到哪讲通了就算 就力求讲清楚一点 但是那个一年听 那个voice of america和那个bbc的那个英文的新闻节目 对我很很有兴趣 就是对我很有帮助 我后来养成了这个习惯 喜欢听那些他们的讲话 但新闻对我来说就太简单了 我到美国以后工作了很多年 我其实每天晚上都会听那个 Charlie Rawls Charlie Rawls是那个pbs 就是那个public broadcasting company 那个公共电视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评论人 他主持节目 他是他选的人呢 比方说他请这个什么philip johnson 请这些非常重要的文化人呢 去去他的那个pbs 他好像那个台在boston 那个对我来说是 就是极为的有用 就是我我现在就是有点遗憾 就是因为现在用这个手机啊 跟听不见Charlie Rawls 所以呢要补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因为他已经 我离开了一个可以固定听他的这个节目时间 的城市已经很长时间了 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可以说我的语言 说这个Charlie Rawls的节目 和里面那些人影响很大 我也见过一些非常能够讲的 像这个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的大师 这个Charles Janks 我跟他认得 那么他在Charlie Rawls节目上面讲 怎么提出postmodern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一番话讲的就是那种 自自足迹 就是那种 就是非常难懂 那个 不过到我到那个状态 那都已经后过二十年 我当然听毫无问题 我也能讲那种东西 但是呢 那段大学生活对我的说是 是extremely valuable 非常的可贵 一个人如果不经过一段这样的 正规的英语的这个 锻炼和学习 他的外语很难学好 我现在有点后悔啊 因为我的法文 在武汉大学 作为二十年学法文 其实是我是可以讲一点 但是没有 没有好好的坚持下去 所以我最后只能说 je ne parlez le français 就只能讲这样的 简单的这种话 要 没有能力了 西班牙语完全就放弃 有点可惜 但是这个我讲的就是 我的英语学习的起点 这几段呢 给大家开开心心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讲一些 关于设计啊 关于艺术的 比较严肃的主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